在得知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之后 诺康等四名罪犯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记者也对关押罪犯的监设进行探访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整个监控画面当中 最中间核心的这两块屏幕 就是目前单独积压诺康监设的实时画面 那现在呢 我们看到在整个的这个监设当中 大概一共有八名警员 这其中还包括一名翻译 在不停的跟他聊天交谈 以确保他此时此刻能呈现一个平稳的状态 刚才给他递上了水果 他没有吃 那有警员又向他递上了香烟 也被他挽去了 不过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状态呢 好像比刚才轻松了一点 接到死刑判决以后呢 这个洛康等四名罪犯啊 心理上来非常紧张 恐惧 求生的欲望非常强烈 那么我们对他实施单独观押 是处于安全的考虑 处于有效的保护他所有的合法潜意 我们能够感觉到 洛康其实自己已经深刻的意识到了 他离自己生命最后的这个时间已经不多了 在这些四名这个罪犯 对他们实施死刑之前 我们所有的司法工作人员要尽最大的努力 在法律的框架下保证他们的合法权利 对他们实施人性的关怀